这是一片微型芯片 我们用摄像机来看看它的内部到底有多复杂 即使无限拉近距离 依然无法窥视其中的奥秘 虽然里面可能包含了几百亿个晶体管 而它的大小却跟一只小蚂蚁差不多 别看它这么小 制造出来却需要庞大的工厂 仅仅一个车间就有八个足球场那么大 里面的数百台精密设备 最便宜的也要几百万美元 一台光刻机甚至高达1.7亿美元 但是在这个车间 从硅片到芯片 就需要走一千多条流程 生产三个月才能完工 一枚硅片会覆盖上数百个CPU芯片 里面共计有好几万亿个晶体管 这是人类的极限 但却不是科技的终点 将整张硅片切割成一个个的芯片 跳出没有损坏的封装起来 就能稳定地为电脑提供算力支持吗 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每一颗芯片都是无数迷宫堆叠而成 我们试着打开这台电脑 看看CPU内部的构造 它有24颗内存控制器 一颗图形处理器 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东西 我们放大其中针尖大小的点 上面布满密密麻麻的铜线 它的下面应该还堆叠了20多层 大概4万4千个晶体管 这仅仅是肉眼都很难看见的一个点 而整个芯片拥有260亿晶体管 如果人眼能够看见纳米级别的物体 我们会发现一层层的金属线互相连接 空白的地方会被绝缘材料填充 避免金属丝之间短落 它们下面就是芯片的基本单元 晶体管需要注意的是 它上面会堆叠最多30层 穿越层层布线来到最底层 可以看到轨迹骑士晶体管 它大小是36×6×52纳米 晶体管之间的距离是57纳米 比线粒体都小很多 一粒灰尘在它面前都是庞然大物 一根头发丝就属于浩瀚宇宙的存在 而整个芯片就像是一个人造的宇宙迷宫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集成芯片其中的一小块 看看它是怎么一层层做出来的 首先在硅片上用二氧化碳沉积一层薄膜 然后滴一滴光刻胶 用光刻机照射形成一个电路图案 然后用溶剂除掉被紫外线融化后暴露的区域 随后用离子撞击除掉光刻胶 再将铜水倒上去 最后将铜的表面磨平 这样就制作出来了一层 为了继续构建下一层 需要插入垂直的铜线 然后继续用光刻机雕刻电路图 就这样一层层堆叠上去 最多能堆30层 由于它最底部是纳米级的晶体管 几百亿的庞大数量 需要比上层的铜线更多的步骤来制造 并使用不同的工具 这个芯片是在300毫米的硅片上制造出来的 可以容纳230个CPU芯片 或者952个DRAM芯片 这些硅片每堆25片 通过密封的盒子作物载体 在空中运输 一切都要在无尘的环境中进行 一盒硅片在一个地方处理完后 接着会被送往另一个地方 它要完成940个工艺步骤 为了提高生产销量 厂家一般会设计几十个相同的生产线 同时开工 这样每个月能生产3至5万片成点硅片 可以切割出1000多万颗CPU 它的生产环节大概包括 眼膜环节 材料沉积环节 材料去除环节 修改环节 清洗环节 及最终检查晶圆的环节 接下来我们看看 每个环节是怎么处理晶圆片的 首先是眼膜环节 包括光刻胶旋转涂布机 光刻工具 显影剂和光刻胶玻璃剂 首先是光刻胶旋转涂布机 制作出合适的光敏涂层 然后贴到硅片上 经过简单烘焙硬化 再进入光刻机 紫外线透过眼膜 在晶圆上形成纳米图案 光接触到的部分光敏涂层 会被弱化 用显影剂冲洗一下就没了 留下一个电路图 再用高温烘焙 硬化剩余的光敏涂层 接着将晶圆送到下一个设备 通过物理或者化学的方式 让电路图形成一条条凹槽 这一步做完之后 会将晶圆送入光刻胶玻璃器 玻璃所有的光敏涂层 其中光刻机 是这个环节最重要的工具 我们看看它的构造 这里是紫外线的源头 这是一组聚焦光线的镜头 这是放置眼膜的地方 这是放置晶圆片的位置 眼膜大概有六寸大小 紫外线经过眼膜形成的图案 会被照射到晶圆片上 并不断复制这个图案 直到230个芯片都被光线刻出 由于芯片需要一层层堆叠出迷宫的样子 每一层都需要刻出不同的图案 因此一个完整的CPU芯片 大概会使用80个不同的眼膜图案 每张价值30万美元 下一个是材料沉积环节 需要使用多种沉积工具 它们可以将指定的材料 沉积到晶圆片上 有点像通过模板喷绘 眼膜未覆盖的位置会被覆盖上这些材料 芯片耐不耐用 就看这一步处理 沉积工具有很多种 也是整个芯片生产的核心工具 沉积材料本质上有三种 一个是金属材料 一个是绝缘材料 通常称为氧化物 最后一个就是单金硅材料 要将这些材料沉积到晶圆片上 需要使用不同的沉积工具 感谢 赶紧 感谢 赅iniz 赞 赞